消防員派出大約10架消防車趕到現場 大約30分鐘後將火救息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現場警方向記者表示 火警發生前曾接獲起火堂樓8樓的市民報案 懷疑有人企圖叫門爆洩 大約幾分鐘後有市民再到報案 指9樓天台的鐵皮屋突然起火 警方調查叫門爆洩和鐵皮屋起火是否有關 住在8樓起火天台鐵皮屋那層的黃女士被救出後 跟我們大紀元記者說 凌晨4時多發現有人好機子在大門內撩開鎖頭 懷疑有人企圖爆洩之後報警 大約幾分鐘後有濃煙供入家 打開大門後發現天台鐵皮屋有火光 懷疑天台鐵皮屋起火 於是再次報警 但亦因為大廈走廊已經濃煙密布 唯有躲在家等待消防員救出 黃女士指出天台鐵皮屋已經空置了很多年 懷疑有不少隱君子用禮造藏身之鎖 大廈亦不是有不少限集人等出入 令他覺得治安好差 懷疑今次天台鐵皮屋起火 因為賊人爆洩失敗所引致 祝散